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怎么会看待它呢? 如果我们想要看待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除此的未来的方向 发展方向 还有阵型的一个讲究 对 那它向七进五的话 黑方也是实战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居平二 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能比较常见的思路还会有居九平八 对 这也是老谱啊 对 黑方可能有炮八平五啊 炮八平四 对 红二进四之类的走法 通常认为居九平八呢 它规划封住啊 也没有太大用 因为它可以走炮八平四之类的 就是炮八进四封锁 然后我正好可以马二进七 对 接下来它要马二进一的话 我们居九平八 规划居一平二 我们居八进四 等于以后随时可以兵三进一来突破这个封锁 是的 或者呢 规划还有足一进一 马一进二 这么封住它的棋 对 这样一个思路 等于说这个棋应该说在布局阶段 黑方还是可以抗衡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可能也是老虎中经常我们遇见的居九平八两句 是的 那按照实战它是选择了一个马七进六 嗯 再把马跳出来 那黑方也是马八进七 嗯 红方这个时候是选择了兵三进一 我们刚才说了 这时候再走居九进一 阵型就不协调了 对 他走了兵三进一 黑方呢是选择了居二进四 嗯 居二进四过一会儿随时有 当然现在暂时可能不会去顶马 随时有顶马的手段 对 还可以对七足 嗯 是的 这个阵型啊 当时深鹏跟我也下过 哦 实战也下过 对 来自河北的深鹏特级大师跟我下过 当时我记得他是走的四六进五 哦 嗯 就是补一首试 对 那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四六进五我好像选择了泡八瓶九 泡八瓶九 应该也能下 对 嗯 但是就是现在补试这个棋 我还是想问问讲的 嗯 就是我们以前的理论来讲啊 就是又补下了以后又补试 对 这个明显就感觉 可能像这个业余棋手的走法 嗯 专业棋手不是说过在布局阶段 我们要快速出紫吗 对 即使我们下散手棋啊 但是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大子触动 那这个棋红方上来的五六步棋中 嗯 补了两手试 然后挺了两个兵 嗯 这个我感觉就明显不符合我们主流的 这么一个思想理论 对 嗯 确实啊 这个我们布局阶段讲就是 鞠马炮的大子要出的快 对 那这盘棋是什么特点 这盘棋呢 它是个特定的局面下 因为想护住自己的这个巡河马 嗯 四六进五过一会儿 随时有可能会 鞠九平六宝马的手段都会有 那那红方就是 它是很快速的出动一个巡河马 嗯 同时要挺俩兵 对 它好像是不是也就为了来 就是来压制黑方的马呀 对 黑方的是那一个编马 一个七路马 好像都明显 嗯 马的位置要弱一些 是的 嗯 所以我发现这个象棋 我们也不能就是很刻板的去记这个 对 也是要灵活运用的 对 那这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嗯 实际呢 它选择了炮八平六 嗯 黑方当时是 向七进五 嗯 捕对手向 对 捕向 红方是选择的马二进三 就是双方还是一个阵地战啊 嗯 一个一个散手战 都触动自己的大子啊 黑方也是 不是 嗯 嗯 红方这个地方呢 走了炮二平一 嗯 好 黑方是居九平六 嗯 双方也都 嗯 现在也是快速出自 看似都比较正常哦 对 他居一平二 嗯 黑方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思路 就是炮八进二 嗯 炮八进二 嗯 嗯 他接下来啊 他有可能走炮八平四了 啊 准备是一个对炮 嗯 对 如果对掉的话 我们看他正要居二平四 那么红方的这个巡河马就非常的尴尬 他如果买了推七回来 那黑方可能还有足三进一的反击手段 对 嗯 等于说这个骑黑方还是在围绕红方的这个巡河马 巡河马 在进行进攻 对 他看来炮八这样有一定的作用 是 嗯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红方啊 最好的下法应该走居九平七 哦 这个直接出呃 七路去 对 看似是一个非常笨的这个思路啊 是 但是这个地方你如果再走炮八平四 我就有冰七进一过去的齐了 哦 哎那我不足三进一拱掉吗 哦 那那那你先吃我 我先吃你居了 形成一个交换呢 是的 红方是稍好一些 对 嗯 他这个居九平七 是 那就是很很有针对性的一步棋 是的 嗯 实在呢应该说红方啊 面对黑方炮八进啊 再准备炮八平四 换炮这个思路 他没有想出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策略 啊 但是我觉得居九平七这步棋也是很古怪的一个棋啊 尤其是 嗯 我觉得这盘棋从开局阶段就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嗯 就是一种很不符合主流的这么一个思想理论的棋 有点像这个艳雨棋手下出来的 对 但是这部巨九平七更显出来 嗯 但是相机又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棋啊 嗯 所以说我巨九平七就是一个此局面下四本十家的一步好棋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啊 巨九平七 嗯 嗯 那么他没有走出巨九平七 那就是给了黑方一个可以抗衡的一个局面了 是吗 没有走出 并且呢他没有想到怎么去应对炮八平四 对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弃了一个兵 这个兵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对 这个兵尤其是开局阶段啊 还没有有些什么补偿啊 对 就先弃个兵 对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他肯定是足弃进一 他是巨二进四 弃兵的后续手段 对 其实看着也挺有道理的 嗯 下波马三进四 然后炮一平四 这个先手的很多 对 但是这个兵呢毕竟是非常大的 嗯 这个时候王天一啊就显示出他这个求胜欲望了 他走的非常的强硬 走巨二进二 好 巨二进二 嗯 这个时候我感觉如果是其他的起手 可能会走炮八退四 稳健一点防守 就先回来 嗯 那以后还可以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这个思路也不错 黑方好像也挺满意的 嗯 是的 他那是走了巨二进二 巨二进二 是不是可能会走巨二平四 这样的话 嗯 你这个子力是不是不好动 以后还可以可能会有炮三进三打兵呢 嗯 有这种可能 对对 是的 所以说盯住你的巨马 嗯 他实战是就是 选择了马三进四 嗯 马三进四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一个下法 也是巨二进四之后的连续手段 对 那黑方实战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很强硬 非常强硬 我觉得这也符合王特大的这么一个气风 对 他是属于攻杀剑场 对 是 他是直接就巨二平五 就吃掉了中兵 嗯 这个他主动弃子有什么奥妙在里面吗 嗯 他应该说还是就是现在排第一的这种气势压住了对方 对 等级分排第一气势压住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这点详细的分析一下 嗯 就齐论齐我感觉吃掉不是太好 吃掉我们想 红方有可能的下法就是马六进马四进二踩掉 对 我先吃个子嘛 黑方呢 G六平八 对先拉住 G六平八 这个可能是当时王特大的思路 嗯 但这个时候呢 其实红方可以走炮一平二的 哦 炮一平二 嗯 强行保住这个气候 对 毕竟我是多了一个大子 那黑方好像没有冰箱进一的气吧 对没有这个气 这个有可能是红方漏算的 他可能以为他有足气进一 足气进一如果吃掉 那他G八进子杀上来 黑方肯定满意 对 但这个时候他有个非常巧妙的手段 他可以马二进三 这么踩 那我只能吃菊了 你吃掉 那他可以马三退四 正好踩双菊 嗯 这样踩双菊 等于说进行换子以后 红方还是多一次 嗯 红方还是多子了 对 多子又是 那黑方肯定不肯 嗯 那黑方显然就是足气进一 是不行的一个走法 对 如果黑方走得最好的话呢 有可能是走足五进一 这么想 以后再冲中足啊 对啊 但这样毕竟从战事来说 红方是多了一个大子了 对 红方肯定也是可下的 他可以 我就先补一手势吧 先补势 也是可以考虑 对 以后我你过足 如果就马洛退骑 我就忍让了 对 是的 那忍让以后 这个骑红方也是 嗯 嗯 毕竟多一个子 毕竟多一个子 对 还是又各有顾忌的一个局面 嗯 是的 看来黑方这么走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对啊 但是在这种联赛啊 这种压力 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对 红方这个年轻骑手 难免会放不开手脚 是 但那这里他不需要凭我吃冰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走法吗 如果务实一点下法啊 可能是走足气进行 啊 喂回去一个 那我吃掉的话 你如果吃掉 那我再走巨二平五吧 嗯 等于以后我还可以泡发平五了 嗯 还有巨五推一什么的 对 这样呢整体来说 因为黑方也气回一个组 双方就稍微平稳了一些 对啊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黑方优势啊 对 嗯 但是王特大呢刚才应该说非常的强硬 一个组都不丢 对 下机很犀利啊 对很犀利 好 并且呢这个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 对手 一看你作为排名第一的这个给我炮吃 那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奥秒在里面呢 对 对 尤其是我发现就是说 嗯 在这个 对这种等级门第一人的时候 难免会紧张 对 然后呢会想着 求 也有求胜新鲜的想法 对 但是又又怕落入什么陷阱 对 所以说下的可能更谨慎一些了 实在呢 他这个炮一平四一打 这个一打呢肯定是把自己打入了下风 对 那他正好居了平八 正好保住了 这样我们清点一下盘面 黑一方是白白多了俩足 嗯 但是我们来看 洪方是有什么 呃 补偿 对 洪方应该说没什么补偿 他现在唯一的吃炮这些思路呢 都得不了子了 是吧 但是洪方的这个双马特别活 嗯 那有没有一些文章可以做 那我觉得他实战也是 虽然就其论起啊 我们他没敢走马斯坚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下得很积极的 对 嗯 那么起我们稍着休息 嗯 接下来我们给您带来精彩的终局战斗 好奇迷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吉金海直红对阵王天一的精彩对局 嗯 那么接下来洪方也是想要寻求一些战机啊 嗯 他走了一个炮六退一 嗯 他接下来呢希望能够炮六品物打狙 让你狙离开之后 我马登中足了 对 他来洪方这个子儿也挺活的 嗯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 天一特大又走得非常巧啊 对 他又吃得物质力量 并且防止了他这个打狙的手段 嗯 我发现这盘棋就是 嗯 我觉得下棋不只是双方的激战术的一个 那个争斗啊 对 同时也是心态的一个体现 是 尤其是队上顶尖骑手的时候 你的心里 即使你会有一种勇于拼搏的一个精神 但是难免会更加紧张一些 谨慎一些 对 那这盘棋黑帮呢 就是王特大呢 就下得非常的潇洒 积极 嗯 嗯 他就直接炮三进三 炮三进三 再谋得一个 对 看似这个入险地 但实则呢 全部在险地的旗子还偏偏变成了这个非常好的位置 对 尤其这个炮三进三这么一个战术手段 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是 嗯 接下来呢 红方还是炮六平五打狙 嗯 黑方又走得非常巧 也是炮三进三的这个后续手段 对 他是走了狙五平四 嗯 这样的话又防止了你向五进七飞炮的手段 同时呢 又服有狙四退一 吃马 吧 那这个你哪四退六啊 哪四退六 交换肯定 对交换掉 那我们看呢 白白进多了三个族 对吧 以后至少肯定要是多俩族 嗯 对 那他实战他又没有这么选择 对 他只能选择了一路 对 看似还不错的棋 对 巨二进一 对 巨二进一吃炮 嗯 那黑方肯定只能炮三平六 炮三平六 对 这样交换 经过大交换 再吃掉 那马七退八 嗯 红方马六进五 踩中足 这个黑方的肯定得 保炮 回炮 对 回炮我感觉他回的也挺巧啊 炮六退五 他退五 他其实也可能是 为后面的做准备了 对 战术所做准备 就一般我们的发现 就总觉得会退三啊 更稳一点 是的 然后以后这个 嗯 反正也间接护入自己的编码嘛 嗯 以后还可以炮六平九 对 他抛六退五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他为什么要抛推到底线 对 实在呢 应该说吉星海啊 也没有明确这个 知道王天一的意图 走了鞠九平八 是上了当了 其实这时候心态已经有些乱了 有些乱了 主要就是说 对上顶尖骑手 又少两兵的情况 对 尤其是在布局阶段呢 可能是对这个棋 没有黑方的理解那么深透 对 所以说现在已经是黑方的是多两兵的一个优势中区 他实战可能是鞠九平八也是想急于出鞠啊 这个时候顽强一些下法是走鞠九进一 我们看一下鞠九进一跟鞠九平八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摆一下实战 过挂骑友们就会知道不同了 对 鞠九平八 这个王特达就是走鞠四平六对炮 对 这有一个乔队子 乔队子 这时候我们看 我们要是走炮四平一之类的 他正好马八进六 对 又拂有鞠四 绝杀的时候 中套离不开 离开四丢了马也丢了 是的 那还只能炮一推二这样 那这个阵型实在是太笨了 嗯 肯定是不好 他可能还可能会有鞠六进二的气 对 鞠六进二 以后还炮六平七这样子 是的 而且鞠六平九吃兵也很实惠 对 全部吃光了 就是说红邦 一看黑邦这个对炮 对 他也是索性就放手一搏了 打掉 嗯 那他正好老将一出来 嗯 这个事就丢了 这个事就丢了 对 但是红邦也很无奈了 嗯 就像蒋特大刚才跟我们说的 刚才红邦应该居九进一 对 如果我们在居九进一的位置 他对了这样 就可以炮五平四将军了 对 这样子的话这个战线还很漫长 对 是的 看来就是细节上 对 一个小疏忽啊 是 这导致这个局面已经陷入被动 确实是这样 刚才如你所说的 既然少了两个族之后 尤其对手实力又这么强 他已经有点顾不上这么多了 反正大字出的快 认为自己防守也守不住了 是吧 对 居九进一因为看上去是防守的 感觉这个中族的细节上 我们还要多去琢磨去学习 他具有平白亮居 当然黑方如果没有这种战术手段的话 这局面还真的是挺漫长的 正好有一个居四平六 一个巧对居的一个突破手段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走法 换掉 那只能换掉 然后他实战是泡五平九 我们看一下红方 黑方是多俩兵 又多势的这么一个旗 怎么样从优势变到盛势 对 然后他将 居六进三 吃掉 上帅 然后他是退居捉马 退居捉马 其实也是为贵怀马八进七所做准备 红方是打掉 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马五退六 他顺势这个 足三进一 通过这几步先手抓 黑方让自己的足也拱起来了 并且马卫都活了 两个马都活了 看一下后面 他炮一退二 这时候王特大走的是马一退三 就可能八路马先不着急动 先调整自己的边马 是的 这可以马三进二 然后马二推四 或者是过三出 手段很多 是 另外这个棋主要红方难受的地方 是红方不好调 你下帅他这么一僵 反正也没用 对 就是你肯定降五瓶六 帅五瓶六也不行 那这个居六瓶四太厉害了 是的 关键是如果这个棋 红方的这个马位 如果是卧槽马之类的 还是有一些对杀的一些机会 对 但是现在黑方的这个一个足林的居 把所有的这个阵型都给抗住了 化解掉了 对 所以红方是 他刚刚是也走了一个G8进三 G8进三 他呢希望是G8平四对G 对 如果G能对掉的话 红方还可能能抵挡一阵 对 当然王特大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 打两将 是 把这个事再吃掉了 对 继续有物质的优势 他G8平四 G8平四 将军 将六平五 马六退七 他是走了G G4推二 嗯 红方马七进八 七进八 嗯 黑方这个时候好像是选择了马三进二 对 他走了一个马上进二 马三进二 是 他呢这个时候啊 黑方是这个物质量多的 就是想游刃有余了 怎么换都可以了 只要G 暂时不被你换 其他怎么换都可以 嗯 而作为红方呢 也只能是 反正是局势非常差了 也只能先抵挡一阵吧 啊 炮九进五 他下去 天一特大呢 是走了G4退四 对 对 他在局面应该说 呃 这个占优的情况也 也是走得非常的老练啊 一点都不给你反击的机会 对 他是先护辱自己的方向 是 这个时候红方呢 是选择了G4平五 G4平五去吃相 天一特大 又走得非常老练 马二退三 对 一个子都不被你吃 对 先化解他的攻势 对 他可能还得把炮退回来 炮退回来 嗯 这个时候呢 黑方还选择了G4平二去换马 其实他这个棋 就算我可以走马七进六啊 也可以啊 其实这个时候马七进六也可以 换 换的话 我再跳也可以 也可以啊 吃掉我就G4平二 这样也是占优 主要是 物质量多的太多了啊 对 但是我们来看看呢 他怎么处理细节啊 他G4平二又一捉马 红方是马八进六 跳进去 然后他又一捉 又一捉 黑方马六退七 嗯 然后黑方这时候再马三进二 嗯 再马三进二 嗯 这样呢应该说 这个 红方通过调了两步马 马位更差了 是吧 对 他又没有马七进五 马七进五你要G4平五了 嗯 而且现在黑方可能还有足三进一过兵 对啊 是的 嗯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也是 再走几步吧 就是这样的心态 炮九进五再下去 啊 对 不下去 这个 其实他也寄希望于黑方再马二退三回来 对 那我再退炮 看看能不能坚持住啊 对 而且这个棋 就是说在子力位置上 红方的这个马位还是差一点 嗯 如果马能投入到战斗 那还可以有一些 对 那我们看一下实战 嗯 黑方是 走了足三进一 走了足三进一 对 这个马上就采取发动总攻了 嗯 那如果你飞掉的话 那他 实际上也确实是飞掉 对 他的确是飞掉 他只能飞掉 对 他是继续走马二进四 对 他这个也没有吃象 当时我想着说 哎那怎么不吃个象呢 他也是不给对方一点机会 对 可能你吃个象我也吃个象 对 他也可能还有混战的机会 是的 他就是想要把保保持这个局面 对 马二进四应该说也是走的 呃 非常的这个 逼着对方表态了 对 那这期下在我看来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G5平6了 你G5平6 G5平6过一会儿 他是不是G4平5也可以走 就躲开了 马就跳 江那我就补个象 补个象 补象吗他 呃 跳马呢 马就入进去了 对马475 现在有一个马5进7 马5进7 将军 或者接下来马7进6慢慢跳 而你这个起 红方是一点反击手段都没有 啊 等于说红方马7进9 也没有马9进8的这么点 啊 这个点都被控制住了 是的 而黑方这个把两个马连环还可以过7组 对 是的 嗯 等于说这个少两个是这个太难防守了 是的 嗯 他当时 这个主要物质力量亏的太多了啊 嗯 太多了 那这个起如果这个交换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我们来说 比如说黑方这个交换是不是也是一个 也是引起是吧 就不走马4进9 对 交换掉 这个起啊 我们分析怎么分析 如果这个组没有的话 对 这是什么起 那么有可能 红方能守核 是这样 对 那这个兵也能给保住 对 这个兵能保住啊 因为我狙在看着 狙炮可以对狙马防守 对能防守 而有这个足的话 应该说这个局面也是输起 嗯 等于说这个足我以后 见机形式我再过兵 对 大家不能现在过啊 那你炮把我兵打死了 是 这我先运马 马7进6 马6进5 马5进7 对 然后将然后以后过兵 这居马足的这么一个组合 是的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他当时也是一看这个灯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G5平6 是 对 他就要选择G5平6 那就是黑方一将随时可以获胜 是的 两种走法 嗯嗯嗯 所以他也是走了一个 G5近4 对 就吃相 吃相 吃相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7步的时候 我还在看黑方你能够走什么棋呢 当时我在想黑方有没有G4平7 这样的棋 哦 嗯 但是如果G4平7啊 红方这个时候还有比较好的手段 嗯 他可以G5平8 你看还是能抗衡 哦 那我马4进3 你马4进3 那我就G8进2 哦 正好有一个门功 那我只能出将 出将我就打相再打回来 哦 再打回来 那我们这样一看啊 我吃得了两颗相 这样的话 红方的这个抗衡机会就大大的增大了许多 等于说红方那个也是吃了两个相 对 那黑方肯定不愿意形成这个局面 是的 对 这样子红方还有一些混战的机会 对 那看来这个真的是很巧妙的一个走法 是的 嗯 黑方这步棋啊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老练啊 在吃相之后 他是走了一个 他也没有马4进3交换 交换吃了 那还是少相 那肯定不肯 对 还是少一个相 不肯 他这步棋走的非常好 他走了个马7进5 嗯 这个阵型看似 都是这个非常笨的阵型 实则呢 处处都让红方这个处于显地 嗯 对 这个棋好像 那我现在居五屏 居五屏八是什么棋 你现在再屏 是吧 嗯 你再屏的话 他是不是有可能 马4进6 或者 那是不是可以吃掉 吃掉 还是下居 嗯 他马3 马7进5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 对 马7进5 对 他马7进5 那他也马7进5 对 他正好有个G5平1 大交换 这个G5平2 那这个G只能躲开了 对 吃掉 他一将 他退市 他马5进3 看似呢 要吃回这个马 但是黑方呢正好G1进6 对 正好打兵吃了 我们一踩 可以踩这一将 一将 就输了吗 对 那马3进4将好像也不行 是吧 马3进4将他就上老将呗 嗯 就上老将 那也没骑啊 这个 桌的话马4进6能连环 对 再将上来 对马 那没有他可以叫我平4 叫我平4 这个都是杀不了骑的 这个G马 没有G马冷招的骑位 是 这样呢 他就是换掉 他正好一将 飞象 吃回去 他吃回 那这个不行 那这个局面 这个如果没有足的话 红方可能还可以防守一会儿 如果按照我们上期的理论来讲 这个棋很可能是一个很难赢的一个局面 对 是的 但是他这个有足呢 因为这个足过一会儿 因为红方要保住这些老将 这个兵肯定要丢的 对 他进去捉 你要退居的话 我给你对居 对居都获胜了 对 看来这个棋最后赢的还真的很精彩 是 我们从中局 开局可以看出来 王天英特大呢 下期很强硬 很积极 也给我们年轻棋手呢 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 好 那亲朋友们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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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